圈湖拱門造型座落山邊環境清幽 還面向一零一 臺北市新一區寸土寸金 唯獨象山附近房市較為便宜 但近期這棟豪宅平均單價高達一百四十三萬 創下區域新高 一般人都忌諱的公墓 伏地就在信義區向山周邊 越往南邊山區離越近 房價逐漸走低 因此近十年只有一個新案推出 同樣是信義區門牌 卻是兩樣勤 距離信義計畫區五分鐘車程的這條 五行街六百巷 是信義區的房價凹陷處 以這棟完工五年多的新案來說 近一年的房價均價在八十四萬元 跟信義區的豪宅相比 最多就差了一百二十萬 像中古屋來講如果比較靠近山區的 甚至四字頭五字頭都買得到 所以他的價差真的是天差地遠 除了伏地之外 靠近山區的地方有部分路段 還曾經發生過土石流 但或許是高房價比鬼還可怕 靖元伏地宅價格逐漸上揚 像是大安區臥隆街 高價新案推升 近一年房價漲幅達百分之十八 來到六十六點三萬 而臨近二兵的辛亥路四段 去年平均單價從四字頭飆到六字頭 漲幅達百分之三十四 專家解釋 隨著公墓千葬 揮別陰森印象 加上對鹹物設施的觀念 逐漸改變 都讓福地宅大翻身 三列新聞蘇雲寬 李孟山 台北報導